南北韓现在正在呼轰 那么中东更不用讲了 还有以乌俄的战争还没有结束 以色列这个被讲到 已经战争最不知道到哪一级了 对于居然被迫把人职 所以平民老百姓 像这个17岁的孩子舒贝尔 他自己释放了之后 获释之后他说呢 是直接被当作人肉盾牌 去干嘛呢 到前线去 以军把他要挟进去找炸药 到可能有炸药的地方呢 叫他全去去当 好像搜救犬一样的 叫他到往前去 侦测是不是有炸药测试 还有人被迫要走在 以色列军的坦克前方 那他的行动是 把我当狗一样 送到满是陷阱的公寓 他当时都以为自己是 生命的最后时刻 但活下来了 他分享了当时所经历的 惊心动魄的经验 那么中东战火 就一直一直在升温当中 那么传出以色列会要怎么做呢 会有个将军计划 要把整个哈马斯地区 一分为二 加萨北部 要去饿死哈马斯的 武装分子成立的新政府 把加萨一分为二 那南部再来做其他的控制 而加萨的民防机构表示 以色列已经攻击平民 先前是清真室 学校 医院 现在是攻击平民的避难所 这个避难所至少已经造成了 15个人死亡 这个炮击攻击已经是无差别 各方面全面的多方开战 而以色列对加萨的医院帐篷营地的袭击 又造成了四人死亡引发战火 那当然不管国际间怎么谴责所谓的战争罪 一样在黎巴嫩的攻击也是没有在松手的 之前都是攻击包括南部这些地方 现在已经中部攻击完了之后 已经往北部去轰了 看到这个无差别的北部的空袭造成了21死8伤 那我看到画面可以看到 这个攻击是由网络上不断的新闻媒体所上传的画面 这种烽火连天 对这个基督教徒占多数的黎巴嫩北部成阵 也发动攻击造成的损伤是非常的严重 这个战火已经全面从南中北 黎巴嫩他全部都要来杀 那申主党说呢 他也会反击 虽然被说已经被歼灭到一个程度 但仍然继续攻击以色列的海军基地 那以色列是宣布说 我们有拦截到叙利亚的无人机 但无论如何还是有办法无人机攻击到 造成了40多人伤的各种基地 继续发动攻击 那以色列不是昨天我们说吗 他去攻击了进到了违和部队 联合国违和部队的营区去 放烟雾弹坦克给他开进去 那40几个国家谴责吗 但以色列要求联合国违和部队 你要撤离 你挡我的路了 叫他们要离开这个营地才对 但联合国回应了 他们坚持拒绝不会离开 那尤其是法国西班牙国家都认为 他们要继续留在黎巴嫩的所有据点 但显然这个唯不小心 的确南中北这样炸 违和部队联合国人员也随时可能会被炸 那么美方拿以色列有什么办法呢 大家都知道选前倒数时刻 美方对以色列只能自需以求吗 油价开盘之后重挫3% 为什么不是涨呢 因为本来以色列扬言要攻击伊朗 一开始说核设施 后来说石油设施 后来好像说这个新闻传出来 华油报道 纳台雅虎已经承诺了 只攻击伊朗的军事设施 不供油的设施 因为一供油 全球的油价会再度飙涨 全球经济会受影响 说是拜登松了一口气吗 那再来美国像以色列所提供的武器 越来代表是态度什么 一直把萨德这种反导弹系统 还说派了100个士兵前去协助 代表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研判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行动 会大规模的 那攻击了伊朗之后 伊朗会回击啊 是帮助这个以色列来回应 或者是保护伊朗的攻击吗 这影响的当然是全世界 那伊朗现在宣布外长公开讲的 他现在已经停止要跟美国的非直接对话 什么意思就是 本来透过巴曼 阿曼这些国家一直有对话的管道跟沟通的系统 一直在谈所谓的停火 或者不要报复等等这种协定 但现在他们伊朗直接宣布 我们要暂停了 因为呢 目前的情况让伊朗跟美国已经没有直接对话的必要 那但是中国大陆出手了吗 他跟伊朗的外长通了话 他说伊朗呢 高度重视中方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影响 希望中方呢 可以加强沟通协调 以外交的手段推动局势降温哦 其实人家伊朗也不见得想打 他在想要降温的 王毅怎么说 王毅说当国自己是要立刻实现加萨全面永久的停火 释放所有人职 确保人道主义 那不受阻碍进入加萨哦 不管哪个国家 所有的种族都应该同样的被尊重 都很宝贵 没有以色列人比较高级的这件事情了 我以为怎么看到这个以色列的战火攻击 真的是像您讲的 一直升温一直升温 打的范围越来越大 其实我本来一直跟犹太人 是对他们充满着配合 特别是以色列 早年中华民国的环境 就跟以色列很接近这样子 那我后来 所以我也在念书的时候 后来在国际上开会 结教一些以色列的学者 跟他们成为好朋友 所以大概以色列以前驻台湾的代表 早年都摩萨德派的 摩萨德 他们情报组织派的 后来是他们外交部派 他们大家都会跟我见面 而且都成为好朋友 可是我这件事情 我真的是非常的看不下去 我觉得一个国家 如果你认为说 你是被德国人 被希特勒大量的屠杀 杀了几百万人 所以你们觉得你们的过往太悲惨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今天的作为 是不是也在屠杀这些无辜的百姓 已经死了四万两千多人了 光是加萨走到那个地方 然后有一半以上是富人跟小孩 我这个年龄 我这个年龄都已经当祖父了 我说看到小孩子 在路上看到很多小孩 心上的那个怜爱之心 那种大人就是孩子的那种喜爱 那就会露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生命很可贵 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不多 可是这小孩像个幼苗这样在长 很可爱这样 可是我都不晓得你美国 你好称你是全世界的正义的 法律和平的维持者 那你今天的作为 你是完全被以色列这个残忍的国家 牵着鼻子走 这种十几岁小孩 你逼他进去里面找佛药 找埋伏 找那些这个陷阱 那个他可能会死亡了 你逼无辜的百姓 去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就是战争罪 你杀那么多老弱妇孺 坦白讲这个也是战争罪 你知道他们炸学校在加沙走 炸医院 炸难民中心 连联合国派去 而且援助的人员都被他们屠杀 大量死亡了这些记者 然后你现在你到联合国的维和部队 你对他们开火 造成他们的受伤 然后你还冲进了联合国的维和部队的大门 冲到里面去 然后你以色列总理要求 维和部队滚开 好让你可以继续更方便 让你屠杀 黎巴勒的这些人民 你现在在黎巴勒要制造第二个加沙走廊 这个世界坦白讲 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这样了解 台湾人像我们也在美国念书 我跟大宗 月圈在法国 我们非常喜欢美国 觉得美国很开放 很民族 很自由 他们人民很单纯 非常的热情这样 可是你美国政府在这样一个做法 你没有资格代表美国人民 你是为了选举的利益 对拜登政府来讲 这个是落落无能的拜登政府 像这样的政府 我们期望说台湾有一天 被打的时候 这样的政府会来救我们 我真的非常怀疑 非常非常怀疑的 所以我觉得美国真的 没有资格领导这个国家 然后以色列去杀那些 无辜的人民队 那些炸弹 那些飞弹 决绝大多数 应该说 几乎都是美国所提供的 对不对 然后现在你送了 他这个 这个 这个萨德 这个飞弹 你给以色列 其实他已经有一套 2019年就已经 在以色列了 然后你现在 你再送一套过去 你就是鼓励他去 封炸伊朗 这个封炸 又要造成很多的伤亡 那很多事情都是 起来有志 我只是最后 我只是想讲一件事 就是说 你以色列人 你们犹太人可以容忍 纳唐亚夫 这个混蛋 继续在那边当总理吗 很多犹太人都看不下去 我还是很配合犹太人的 在美国很多犹太人 犹太的学者 他们就公然谴责纳唐亚夫 认为他应该滚下台 在以色列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在这边骂纳唐亚夫 我是要代表 以色列那些 那些爱好和平的人 谴责纳唐亚夫 这个就是为了他 因为他躲避 他可能要坐牢的官司 他就要让战争 无限制的延续下去 这是个杀人犯 应该把他送到国际法庭 把他永久的把他关起来 那要受以色列的屠杀行动 美国没有阻止 还送更多的弹药 美国的政客无力阻止 特别是半年政府无力阻止 因为他的选举他需要钱 他需要犹太人 掌控了美国各个领域 各个方面势力 他们支持他们的政党 他们政党的候选人 继续选下去 所以他对于以色列 不敢实施制裁 我们都知道 终止这场战争 停止这场战争 要不就是让这个战争的 军队有规范 遵守国际法 其实目前来讲 只有美国做得到 只有美国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实力 约束内塔尼亚胡 不要胡作非为 为什么 因为美国只要停止 提供他金钱 以色列的经济状况 确实不好 停止提供他武器弹药 甚至对以色列实施制裁 以色列今天的手脚 就会被绑住 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 他知道他能够施展的空间 就变小 他在国内反对的声音 就会拉大 他可能就要下台一鞠躬 他就会收敛 那大家都知道就这么简单 但是拜登不敢做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共和党 更挺以色列 所以如果他得罪以色列 以色列的这些 在美国的势力 会去支持共和党的川普 那这样的话 他选举就不要选了 所以为了政治的现实 美国就让内塔尼亚胡 扶作回违 然后让整个全世界的犹太人 引起全世界的公愤 我们刚刚讲的 我觉得刚刚玉方聪 讲的很没有错 全世界有多少犹太人 何其无辜 在以色列里面 有多少的以色列民 何其无辜 他们不愿意 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们不愿意 以色列的军队 在战场中这么惨无人道 怎么可以去随便杀 老弱妇孺 怎么可以叫一个孩子 然后当你的人肉盾牌 跑到这个废墟里面 先去由他来去搜索 用他的生命去搜索 可能是哈马斯 所埋下来的地雷 不可以这样做的 你的科技军事 各方面已经占有优势地位 你怎么可以做这么残忍的事情 但是他确实发生了 他的发生 我们没办法接受 他的屠杀老弱妇孺 我们没办法发射 没有办法忍耐 我觉得目前来说 确实是只有美国能做到 但是由于美国偏袒以色列 他也失去伊朗的外交努力了 伊朗已经放弃了 也就是伊朗 他明确地看到 你美国整个倒向以色列 他再怎么做外交努力都没有用 所以他干脆把整个门关起来 而他现在寻找中国大陆 看能不能扮演一个调停者 卧旋者 这次王毅接的电话 也是以色列的外交部部长 希望跟王毅通电话 也是伊朗的外交部长 来跟王毅通电话 换言之也就是说 目前来讲 在大国中能够 都想跟王毅通电话 这个王毅就变成 可能可以扮演一个调停者的 一个角色 原因很简单 伊朗确实不想打 全面性跟以色列的战争 但是他不得不反击 但是问题就在于 今天的以色列选择要怎么反击 决定伊朗会不会再反击 如果以色列的反击 是点到为止 那这个可能就翻篇了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 看看能不能说服 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 不要发动跟伊朗之间的全面战争 目前在做这外交努力 目前报道是这样 就是说是王毅外长 中国大陆的外长 主动拿来给了以色列的外长 然后再联络了伊朗的外长 就是用这样三方沟通的方式 希望促成和平 有可能吗 我觉得中国大陆很希望 能够扮演一个稳定的角色 但是这局势比想象的复杂很多 美国为什么提供 以色列的萨德防空系统 因为我们回想一下 不久之前伊朗发动的攻击 大概180枚到200枚弹道飞弹 其的确对以色列 造成某种程度的打击跟伤害 所以美国会很急于 提供萨德系统 专门针对各式各样的 弹道飞弹的威胁 来防御以色列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美国在中东利益的判断上 我觉得第一个 还是以色列的安全跟生存 这是美国的第一个有限 第二个才是美国 在中东地区的大局 包括局势不能再升温 美国在这地区里面的 传统的伙伴 第三个才是美国 有时候会提到的人道 比如不要滥杀无辜 等等 但是还是有排序的 这个有限时序 第二个就是 从9月30号之后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往黎巴能南部 这边跟联合国会有 直接的一个冲突 但我们要知道 从历史上到现在 所谓的维和行动 它厉害的地方 并不是说它的船舰炮力 没有 它通常都是清兵器 了不起装甲车 它能够让大家 认真看待它的存在 不挑战它的 是一个它代表 联合国的公正存在 因为所有的维和行动 都是安理会授权的 但这一次 其实没什么用 因为以色列基本上 不太理会这样的一个 联合国公正存在的事实 即便安理会里面 就有所谓的强权 它也不怕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我觉得 如果我们没有猜错的话 即便是 现在这些欧洲大国 有参与这个维和行动大国 都说我坚决不退 谴责以色列 但是根据历史的经验跟教训 假设维和行动 在第一线 有生命危险的时候 这时候维和行动会退的 通常都是如此 根据过去历史事实 第三个就是 求真的还是在以色列身上 就是它对于国家利益的 判定是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有时候读国际关系 安全是没有绝对值的 是相对的 当你说你的安全 要到绝对值的时候 那可能会有一些 很重要的影响 那目前来看的话 就是以色列哈马斯 在加沙走亚做切割 他尽可能要扩张 他的所谓的安全区 缓冲区 建立友好他的政权 未来 第二个是对真主党 我觉得没有手软 他会继续打下去 那对于伊朗 因为有一个地底的一个间隔 所以就要看 但是现在释放讯息是 双方好像有点节制 你第一个是打核设施 这是最危险的 第二石油 第三你要限缩打击范围 就是军事目标 那可能还好 因为很明显 我觉得伊朗也摆出这个架势 我要对内友交代 但是我也不想直接升高为 对以色列的一个 直接军事冲突 那我最后句话就是 这个球在以色列手上 还有美国的影响力 我觉得是很明显 我在衰退当中 对整个中东地区 前就我补充一下 王毅确实是应 以色列外长的邀请 所以他是应约 跟以色列的外长通电话 应约而打了这个电话 对对 而接了这个电话 感谢你的补充 我也补充一句话就好 是 这是2023年10月13日 斯明德写给我的 当时他身体 应该是已经很不好了 他写了一句话 我是巴勒斯坦兰 我哭泣 他也公开讲过这个话 我这个拿这个事 斯明德曾经是民进党的党主席 民进党喜欢他也好 不喜欢他也好 这个人是一辈子追求和平 他追求他心中的正义 他认为以色列这种做法 显然就是不是正义的做法 是 正义存不存在 在中东呢 目前有强权 有拳头 有武器的人 才是正义吗 美国继续提供的第二套 萨德系统 代表什么意义 是在保护以色列 赫 阻 伊朗 俄罗斯跟中国大陆 还有派遣相关的人 去运作跟操作 那新加坡这位学者分析 他认为 伊朗狂射以色列 400枚的飞弹 给美国上了一课 是什么 要知道怎么对付美国吗 中国吗 中国飞弹比伊朗还难拦截 所以在看这个例子的时候 美国必须要具备反育能力 来对抗中国大陆 又是一个抗中的思考跟思维 所以中美互相都说对方网路渗透 大陆披露说美国网路武器 嫁祸给中国 就是说明明是你美国自己干的 却要用这个报告来掩盖自己的恶意行为 说是对方干的 甚至有60万间谍大军 这个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中国情报网渗透全球 到底谁的情报网比较 谁嫁祸给谁 互相的渗透能力如何呢 大家都在观察 但中国大陆反击美国的禁令 是在经济制裁上面 包括继续对原产于美国 日本进口的清点酸 征收反倾销税 还有包括了在欧洲的部分 报复欧盟在家 除了乳制品反补贴 还针对三个国家 荷兰非世兰公司 法国意大利 通通都被一样抽样加以制裁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主 他说这个是经济学家约瑟夫 他说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出货管制 例如最先进的半导体晶片制程 这种所谓的管制跟制裁 只会促使中国更快的发展自己的能力 证实的确如此 像美国具有的这个 贝尔波音联合设计制造的 V22的余音式 旋液机以前是很厉害 自己发展出来的 但现在中国大陆也公布了最新的R6000 一样是最大世界最大的这样的无人机 还有这个美国一直发禁令 中国是不是能够自产呢 是不是证明了在MAT70系列 即将搭载的叫做五奈米吗 制造的内幕据说11月就要上市 越来越精细 鸿蒙系统所采用的这个晶片 已经可以在高端的这个晶片上面 发展出自己的道路来吗 伙认 这个一个这么大的国家 他们的政府跟人民的心 如果是非常坚决的话 一个已经有能力 打这个人造卫星 到太空上去 到月球 要上火星这样 那你说他如果全国上下一致 14亿人 政府又充分的给予资金 还有其他的协助 他现在西方对他打压 不给他的科技 我认为只要时间 他应该都可以突破 这样的一个科技上的封锁 我最主要看的不在这 我最主要看的主要是一个和平的问题 我们现在先讲两岸关系好了 我看两岸关系 我花一段时间发很长 我在国民党智库的时候 因为要检讨所谓的九二共识 我就花很长时间 再看从蒋进国的晚年 一直到前一阵子的那样的两国的 两岸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发现即使在 就是两岸关系在政治上高高低低 还有不要忘了 还有9596年飞弹危机这样 可是即使这样整个来看 两岸的经贸的关系 是向前走的 没有东西可以挡得住的 有时候对立很厉害的那一年 他的经贸数字反正比前一年都还要高起来 蔡英文总统的那边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讲一件什么事 两岸风风雨雨这么多年 为什么大体上可以维持和平 经贸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对双方都是复利互惠 台湾当然也提供一些资金 一些基数 还有一些比如说 国际的一些资讯 早年的时候 可是大陆让台湾赚了太多的钱了 一年一千多亿 多的时候一千五百亿 最高赚到一千七百亿 有一年美金 所以我是想要讲这一点的原因就是说 其实如果这个国际社会 经贸的交流正常 大家不打经贸战的话 和平是大底上是可以维持下来的 最大利益 所以我在这一点 我其实整个来讲 以世界和平的维持来看 我是不喜欢看到美国 你做也罢 你还是结合其他的国家 对中国大陆进行那种全面的 这种打压 科技上的打压 霸凌 然后你一边过过阵子 又担心引起战争 又要打电话 又要私讯跟习近平 然后高官们要过去访问 就一边握手 一边摸人家头 一边要下毒手 这个坦白讲 这不是我很喜欢看 我也不是替大陆讲话 我也不是替台湾讲话 我也不是替美国讲话 我替人类的和平来讲话 就是说经贸的交流 尽量不要受政治的打扰 让他能够平平安安的进行下去 冷战 为什么冷战会搞得这么激烈 因为两个集团之间 几乎没有什么贸易来往 激化了以后 所以我觉得下去切断这种 经贸的基带 让美国跟中国大陆 还有他的朋友们的关系 越来越坏 我觉得这个对世界和平 无所帮助 其实是很危险的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全球在军事上不平静 各地都有战火 但在经济上 产开了所谓美中的对抗跟围堵 包括欧盟 怎么看 我觉得美国的这位经济学者 他是根据现实 根据现代的状况 他的观察 我觉得他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也就是说 目前美国的 对中国大陆实施的 这种贸易封锁 科技封锁 打贸易战 其实封锁不了中国大陆 因为我觉得这个道理很简单 对大陆来说 他认为 凭什么只有你 欧美的西方国家负 而中国不能负起来 凭什么发展中的 国家不能够负起来 为什么永远就你们能负 而当发展中的国家 要负起来的时候 你们就出手打压了 例如说台湾正在高速度 创造经济奇迹的时候 美国301法案就对台湾了 你半怪是 对不对 马上就对台湾了 搞得台湾的这些传统产业 都往外跑掉 然后台湾的经济受到重挫 美国也曾经用这个方法 修理过日本 所以日本变成 这个美国的经济上的附属国 变成是这样 韩国不也就是一个附属吗 也就是说 美国掌控了韩国的源头 也掌控了日本 那我觉得对于 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他觉得凭什么 凭什么我们发展中的国家 我们非欧美的国家 我们不能够负起来 所以当你欧美的国家 想要联手 来打压中国的科技的时候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 这些科技人士 他们不管是民间的企业 政府机关 学术机构 然后他们的大学教授 你看他们卯足全力在研发了 所以一个技术 一个技术在突破 那这位经济学家 就已经观察到了 事实上中国大陆 在突破美国所有设的限制 跟科技的封锁 而且当中国大陆一突破以后 美国就惨了 欧洲就惨了 为什么 因为大陆一旦突破 他开始去把它优质化 一旦它优质化以后 他就降低它的成本 也就是说 它的质量一达到一个 可以竞争的程度的时候 他就采用价格优势的方法 你把欧美的产品就打垮了 所以你看欧美的产品 一旦碰到中国大陆的 科技产品的时候 一个一个就败下阵来 手机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代表 当时华为的产品 可以拼得住 这个苹果的时候 美国就出手了 美国出手打压的时候 好 华为受到重挫 它分出来荣耀 荣耀你看 跟苹果的水平是一样的 现在华为在浴火重生的时候 华为自己本身的晶片 那么已经到7奈米到5奈米了 而且目前来讲 发现它5奈米的粮率越来越高 粮率越来越高代表什么 它的成本一直在下降 然后它的产品比你苹果 还要好的时候 它都打垮你苹果 而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 就是苹果在中国的市场 就会越来越萎缩 另外你看到 纯血鸿蒙也出来了 当美国要用Android系统 苹果当然自己原神 原本就是一个封闭型的系统 但是要用Android系统去打垮 华为的时候 华为的红萌 纯血鸿蒙就因因而生 现在变成全世界 可能会有三大的软件 操作系统出来 这代表什么 这位经济学家的估计 判断是正确的 你打压不了 而且你只会让它 更加的壮大而已 我看到消息是说 华为出三折机不是吗 苹果准备出四折机 不知道能不能做的 真的假的 市场放出来的消息 后续拭目以待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欧盟跟中国大陆的经济对抗 现在是唯独的激烈程度越来越多 项目品项也越来越扩大 对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起源点还是因为 在电动车的 反经销的征税 从去年10月一直到10月初 欧盟做出一个 应该算是最终的投票 投票结果就对中国大陆 非常不利 因为欧盟27国里面 只有五国反对 五国里面当然是 以德国为首 因为这个案子通过之后 对德国的汽车工业 影响最为深远 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还没有完全的放弃 从9月底一直到前几天为止 一共 中国大陆跟欧盟进行了八轮的谈判 意思是说 希望能够力往狂澜 但最幸好这两天的新闻 呈现出来是 本来可能大家谈的是 有两种可能的替代方案 第一个是中国大陆自己设一个 以出口到欧盟电动车的 一个价钱的下限 这个谈判应该是 目前根据欧盟的说法是触交 没有得到共识 那第二个可能性也很低 就是说 可能会有个配额 还有允许中国大陆到欧盟 投资设厂 生产电动车 那目前来看 我觉得就是三云一来 欧盟跟中国大陆的贸易战 应该是非常非常难去避免 但前几天到现在 也有一些新的消息出来 就是中国大陆 已是有一些反制的作为 包括谈了很久的白兰地 观众我们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浅秋 首先介绍这一节 跟我们一起讨论 最新国际以及国内议题的来宾 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 大约前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国际战略学者 林玉芳委员 大家好 弹大战略所教授 李大仲老师 大家好 当然台湾这两天 受到国际高度关注 虽然台湾的民情看起来很冷静 但是在国际上高度关注 很多外媒都在看台湾 发生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效应 那就是中国大陆所 昨天清晨5点发起的 联合力剑B的演习 到了下午6点钟左右宣布结束 他们认为是完整的做好了演练 那么大陆的国防新闻发言人说 解放军行动演练的是打台独 共军绝对不会留给台独 一丝一毫的空间 那么第五代的逆宗战机 殲-20现身 联合力剑B的军演 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是什么呢 这个共军出动了辽宁号的航母 殲-10 殲-16 这些武器 甚至殲-20也参与在演习里头 因为全城都用直播的方式 在央视的频道直播平台上 所以就有这样的画面 一直都在公布当中 秀其肉 还有西安舰也来了 央视所曝光的这个演习细节里 西安舰是飞弹驱逐舰 在西南海域参与了对台任务 画面上可以看到 包括了再有10弹轰-6K的战机 在辽宁舰的支援底下 模拟对敌港 也就是说这次被阻地六个港口 要把六个港口封控的这个结果的模拟联合打击 出动的规模真的很大 台海战机满天飞 破纪录多少 153架次的共击 有34艘的共舰围台 辽宁舰东南空域连演 所以像这样团团包围越来越近的模式 光是东南空域一次就出现了42架 疑似跟辽宁舰航空母舰进行海空连演的架次的飞机 所以我们的因应如何呢 中国解放军举行的这个联合利剑 被说有六个要点要注意 这是BBC报道关注的焦点 他认为比起5月的演习更近台湾 而且针对港口的封控是完全跟上一次不一样的 尤其是这一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结束时间未知的情况之下 昨天下午在我们节目上大家都还在猜到底要演练几天 那如果真的海洋线一直这样被封 港口被封怎么办 结果他六点钟宣布了结束 所以这次被说文攻武嚇除了有这个武力上面的锈肌肉 文宣上呢 网络上有这样的传闻 一直说我们的天然气船呢 遇到了弓箭就掉头 没有办法运捕吗 中友还昨天特别发了声明 否认谴责 说这个都是认知作战 这是谣言假消息 那近期不管靠哪个港都如其卸载 一点问题都没有 国内的天然气存量也高于法定的安全天数 不过这个报挂的这个内容呢 其实爆料的人公开再发一次 他说呢 这个叫做才是乌龙的声明 怎么说 因为这个LNG的这个船只从一号船都有时间点都有记录的 包括了从二号他讲的这个掉头的船只都有记录 的确是抵达以后又没有办法前进 本来说这个12号提早要到的 但这要显示13号下午4点才到 到底哪个才是真的 哪个才是认知作战 明明有记录也要说 都是误会都是假的吗 那我们到底是做好的准备是什么 当然大陆微博的各种热搜数字前面 一致啊 前几名全部都是跟这个演习有关 据说上前十名唯一的就是肖静腾的婚礼嘛 那所以肖解放军宣布了这个东部战区啦 联合利剑这种关键字通通榜上有名 但是有个观察指标有点意思 为什么微博在这个演习围台的军演之后呢 突然间热搜会突然一戏突然全部消失在一个时间点 新加坡的学者是分析认为说 中共在台湾周边的军演似乎一旦演习结束时间到了之后 为了避免持续对台灰色地带影响激化美国的大选选情 所以有限度的加以控制吗 还是说美中有个所谓共管的这个协定在 那我们就是被告知吗 那是不是有这样的共管 甚至为了避免美国大选的选情影响 所以才会迅速收兵 而且在微博上的关键字也全部被消失呢 值得观察了 当然联合利剑B是不是强化控制了台湾有各种的指标 那么CNN的报道认为 这个演习啊 耗费了至少130亿美元 空军就花了36亿美元 那么耗费巨资 绝对不只是为了宣传 他的演练随时可能用得上 甚至前白宫官员说 这个川普啊 对于台湾的看法是灾难的蓝图 初十年来 华府吓阻中国大陆侵台 他说川普会怎么看呢 川普会弱化 美国吓阻中国威胁的努力 但美国选情现在还为之为民 那美方跟中方的对峙 影响的都是台湾 委员怎么看这次演习 我认为中国大陆 竟然这个演习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当然是军事的 他利用这个借口 赖清德的国庆的演说等等 他就再排演一次 如果对台湾要用武的时候 要怎么封锁 要怎么攻击 他就再来一次 你看他每一次 他那个方式 大体上好像一样 但是你仔细看 他每次环岛演习的位置 是有调整的 当然 有在变化的 所以我认为他是 把某一种情况 都找一个时机 就去做个演练 第二个我觉得 更重大的意义 我觉得是在政治上 因为赖清德的说法 当然在国内 大家有不一样的解读 那我个人如果要问我 我是认为 并不是全部都是 说充满着台独的味道 至少他对中华民国 强调的那个味道 也是前手未见 是超过蔡英文的 但是对中国大陆 那些人民来讲 尤其那个很佛要的网民来讲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他们认为赖清德就搞两国 搞两国论 他就是真正的台独 我认为其实中国大陆 对赖清德不放心的地方 很多是来自他以前的言行 他所说的话 主要是这样子 不是只有针对他最近 他当上总统 也有所说的话 把他以前当市长期间 当立委的时候 讲的话 他的动作 大概放在一起解释 就认为 他是一个很固执的台独 不管怎么样 大陆的网民 对赖清德的说法 是有很多的不满 愤怒 中国大陆大概觉得说 如果他不做一些事情的话 大陆网民会认为 北京是软弱无能的 所以他要进行这样一个 看起来很大规模这样一个演习 让这些网民觉得说 我们政府是有所作为的 你想想看 这是第一次演习 从头到尾 中央电视台这样子播 这是第一次 全程直播 这个政治的味道太浓了 这个政治的味道 当然就是针对国内的人民 大陆的人民来做的 所以我现在台湾 真的要去注意一件事 我们现在要去注意观察的 不是 往往不是只有北京政府 官方的态度 大陆百姓的 他们的名义 是慢慢是浮现上来的 这个也是 我们值得我们去注意 比如说我们要采取 对大陆的政策 或者是讲法 我认为政府都应该去考虑到 人民的那一面 你不要以为说 你在针对中国大陆的官方而已 他们的人民也在看 也在看你怎么做事 你怎么讲话 你怎么处理两岸关系 是 所以我认为整个世界 那为什么一下子叫子呢 因为中国大陆本来他 认为他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中国大陆又有很多 一个大国 有很多的问题要去面对的嘛 他们有讲到是因为美国大选 我认为这也是个主要因素 对于拜登来讲的话 你讲他总统的问题 每天都在加温 他很棘手 每天都在加温 他有很多的担心 所以呢 你现在的乌克兰的战争 又还没有停止 芳心为爱 你这个台海在出现问题的话 你刚好给川普一个讲法 你民主党政府 拜登要 Harris 赫锦利也好 你们就是战争的指导者 你们只要你们执政 战争层出不穷 我川普 我跟这个普丁是好朋友 我跟习近平也是好朋友 而且我很敢 我跟你讲 只要我当总统 所有这些战争马上停止 会爆发到危机 马上就会消失 然后要很多保护费 这种东西 对对对对 这种东西 在这个时候选举的时候 是会发酵 是有说服力的 所以 而且赫锦利最近的 这个情势并不好 我觉得民调一直在 微服的变动 而且它是往下的 整体来看是往下的 所以拜登政府 当然希望说 中国大陆 这个时候 多一次不如少一次 而且我相信 中国大陆做这种事情 事先 大国跟大国之间 很多要采取 比较重大的动作 多彼此召会一下 彼此尊重 这因为有利于双方 所以我认为 中国大陆认为说 我想做的事 我想表达动作 我完成了 达到了 我达到了 然后反正我要来 我随时可以来 我要走 我随时可以走 完全由我自己决定 所以中国大陆就觉得说 好 我就这样 就叫停了 我如果这个事情 其实看着中国大陆 在处理两岸关系 或处理外交 它有它的弹性 它的成熟 它的元首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自己要去注意的 我们自己要去想 我们处理两岸关系的时候 有没有人家这样的手段 说发就发 说收就收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原容 原论 这个我觉得 我们都是可以 去仔细观看 戴老师 大陆这一次的演习 我们台湾的民众不惊 很冷静 对 也不会害怕 也不会担心 也不会焦虑 最主要原因在哪里 我们都知道 它是打台独的 不是打我们的 真的吗 官方宣传来 假装没有事 我们都在掌控当中 没有 因为它很明显的 就是针对台独在打 所以它是 针对于军事的目标 那也就是说 哪一些帮台独打仗 因为我们台湾的民众 绝大部分 不会为台独而战 我们的年轻人 也不会为台独而战 到时候如果真的要打起来 你要主张独立的时候 那很多妈妈 爸爸们 就把孩子叫回来 这个不可以为台独而战 这个本来就是我们天经地义的事 谁为台独而战呢 就台独人去为台独而战 我们不是台独的 我们反对台独的 我们怎么可能为台独而战 我觉得台湾的民众很清楚知道 不是为台独而战 我们也不会为台独而战 而且解放军是要打台独的 这个讲得很明白了 那这次的解放军的军演 我觉得它跟96年以前 都有更大的不一样 是因为它越来越有自信 它的实战能力越来越强 96年大陆没有办法渡海作战 没有办法渡海作战 那它告诉你说 我可以毁掉你 我没办法占领你 但我可以毁掉你 所以在这个时候 在台湾四周打导弹 这个时候把台湾吓得半死 那时候股票狂跌 房地产狂跌 有很多有钱人 跑到香港去 但是现在解放军不一样的 它现在已经有渡海作战的能力 而且你说美国要嚇阻中国大陆 我倒觉得 美国自己也很清楚知道 它在南海 在东海 它真的是无法跟解放军较量 它自己清楚 所以它现在为什么要把日本 把澳大利亚 把这个印度 甚至把北约都拉进来 就是因为它一国的力量 打不赢中国大陆 一国的力量打不赢中国大陆 然后还说 美国对于中国的嚇阻有效 这就是假设的错误 换言之也就是说 这个白宫的前所谓的这些幕僚 它的假设都是错误的 因为你根本嚇阻不了中国大陆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你一旦台湾宣布台独 谁介入 谁参与都没用 谁嚇阻也都没用 因为解放军就跟你打到底了 不管应该要牺牲多少人 这场仗是一定打到底 这个很简单 很基本的道理 大家都知道 赖清德什么时候正式宣布台独 那就是什么时候开战 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大家都知道的道理 台湾的有钱人第一时间 一定全部都跑光 这个时候台湾很多人 就突然间 原来我们才知道 他有美国人的护照 他马上就飞走了 因为他变成美国人 按照美国的撤侨方法 就飞走了 还有一些人变成日本人了 按照日本的撤侨方法 飞走了 都是这样子 那可怜的就是 这些没有权 没有事 没有外国背景的人 就留在台湾 对不起 我们不愿意为台独而战 这个道理很简单 不过我觉得 在这一次解放军 为什么他的战力 会展现得让美国这么的担忧 美国你看白宫 美国国务院第一时间 马上就反应了 原因很简单 各位125架 不是架次 125架的战机 17艘的战舰 一个航母战斗群 而且不管是从 殲-15的舰载机 殲-16的电战机 然后到殲-20的隐身战机 到空中预警机 空中加油机 马上这么短的时间内 进入战场 在这个战场的空域中 整个海域中进行超演 然后演完就收兵就走 没有痕迹 速度之快 这代表什么 这些军人 他们久练了 而且非常熟悉 他们的所有的战斗 你看他们的陆军 陆军的这种 我们叫做远香火 就是火箭军 火箭部队 就是我们讲的 这种PHL-191的这种 可以打180公里 到500公里的 你看马上就拉到阵地 拉起来就打 火箭军的东风-15一拉起来 就开始可以打了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 这么熟练的一个演练过程中 其实他就证明 他的当初的这个 整个带弹的这个影片 不是一个宣传片 而是他能够经得起实证经验的 大中老师怎么看 这次演习所展现他的 包括数量或者是规模 以及我们所因应的措施 对 我想这次的这个军演 其实中国大陆应该是准备已久 他可能事前就针对 有可能在国庆演说 赖总统国庆演说的内容 做有不同的方案跟准备 所以他动作非常的快 但是这些应该也是在 台湾预期当中 也更可能是 我觉得美国对这个状况 应该是心知肚明 但我们也看 这次美国的反应算是快的 因为他在昨天清晨5点 宣布军演的消息之后 其实国务院大概6个小时之后 发言人就针对这个事情 做出还蛮激烈的 强硬的回应了 就是一个表态 对比上次5月份的时候有差 因为上一次是宣布军演 大概18小时之后 美国才用背景 这个新闻的方式 去做一个官方的回应 那国务院的回应更慢 但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 我们可以看看 这次整个台海 因为美国在后面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刚才特别有提到 杜如松的一个 今天其实很多人在关注 这篇在牛时的投诉 因为杜如松何许人也 他其实在拜登总统任内 大概扮演还蛮重要的角色 因为他在国安会 先后担任 中国事务 中国台湾事务的主任跟副主任 那其实他的立场 对中国大陆是比较鲜明的 是相对在拜登政府里面 是比较强硬的 当然今年3月份之后 他回到美国乔治城大学任教 但这篇文章 我觉得仔细去看的话 他可以反映出 目前在美国国内 尤其是民主党人 对于川普的很多 作为的不以为然 他里面讲到 很赤裸裸一些谈话 意思是说 假设川普胜选 那完蛋了 本来是这10年是美中之间竞争的 黄金跟关键时期 但不得了 如果川普就任之后 会加速美国国力的衰败 会增加中国大陆在短期内 赢过美国 赢头改善的可能性 那里面提到更重要的地方是 那他认为台湾就危险 他认为这对台湾而言 可能是一个灾难 那怎么说 他基本上会认为 杜吾松会指责 那川普的很多的一些 想法跟观念 跟美国这几年形成的 两党共识 经营的共识 是对中国大陆 比较防范的共识 是完全背道而止 那杜吾松的批评 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也要看 第一个是 他指的川普的一些言论 是没错 因为川普的确 从去年到今年 问他对台湾议题的判法 他的回应方式是反复的 去年十月份之后他讲 他不回应 是否美国要帮助台湾 那今天他讲得非常强烈 但是国防预算 要我们提百分之十 但是贺锦丽自己呢 贺锦丽对战略模糊 跟清新的他讲法 其实是跟拜登总统 有明显不同 因为拜登越来越清晰 可是贺锦丽 在几天之前被媒体逼漏的 他是说他不回答 假设是引议题 所以到底美国总统 未来对台湾政策如何 我觉得可能未必像杜吾松讲 那么斩定截铁了 是 现在国际之间是烽火连天 当然我们历见 2024B演习 顺利平安落幕了 但其他地方可不见得